- 字幕- 字幕- 好的各位观众老爷们打的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口罗池 这个居家隔离终于是隔离到有点放宽政策了 我赶紧把电脑搬回家 所以5月份正式复工 街霸舞更新以后呢 我也一直没有更新街霸的视频 但是我想表达一下 就是上次看完街霸舞的宣传片以后 再来看街霸舞现在的对战 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知道吧 他上次那个宣传片放出来 是所有改动内容最大的部分 而实际上大部分的角色还是维持原状 然后再补上一些平衡性的调整 他砍了一大堆的角色 却把一个角色留得很强 那个角色叫卢克 那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卢克这个角色会成为一个重灾区 很多高手都选择了用卢克 包括我还在内 他已经放弃了加米 直接拿卢克 作为自己的一个主力来 但现在的话 我首先要恭喜威力王拿下了至关重要的第一灯 对吧 这场是钢头娃杯 威力王对阵小孩 那这场比赛的话 我主要还是想表达一个风向标 小孩选择卢克的话 说明这个版本就是卢克版本了 对吧 之前加密很强 很多高手都用 包括腾春 那现在腾春有没有用卢克呢 看我存力 好了 回到对局了 我还单发确认 一发EX勾拳上天以后 威力王已经快不行了 这里抢了一个轻攻击 但没有第一时间第二下摁出去 那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他要是第二下摁出去的话 还有的就 现在就没得抢救了 我还一套蓄力脸 没有带走威力王 威力王有一线生机在偷一个指令头 但是他又不太好偷 最后还是经典的烂命手机 我还就很早等在那里了 他就等着威力王出这个烂命手机 好像一切都已经在自己的计算之中了 就明白威力王要干什么了 所以距离刚好流出那么一点 对吧 你出 一脚踹死 那最近看这个威力王的ID 注意一下 减肥成功 对吧 他这个最近瘦了很多 很是羡慕 那瘦了很多以后呢 也找到了女朋友 跟我当时的状态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你总觉得自己找不到女朋友 你去健身房泡三个月 出来以后呢 就大概率可以找得到了 这个威力王以始为鉴 好了 继续回到对局 路克这个角色 现在只有两个角色不太好处理 一个叫沙加特 一个叫鼓烈 就发布特别强的两个角色 也是看之前东大用路克的一些心得交流上面讲到的 顺带一提 好像今年的一个亚运会可能要延期 所以现在选手有更多的练习时间 说不定还有机会在一年里面追上日本的水平 就看国内的这个联赛办的怎么样了 现在两倍血量差不多 威力王这里 呃 这个V闪 很关键 把自己的前途给葬送了 他这里交这个V闪的话 没有赌中 后面就只能继续硬的头皮用V闪了 他不用V闪能干嘛呢 交一个V压 前前过来一发头 要没了 威力王怎么办 威力王硬身倒地了 所以刚才的那一灯为什么至关重要 就为他创建了一个一灯带势的可能性 如果刚才那一灯没有 那下次威力王这个名字就要改成一无所有威力王了 好了上来直接被一个四拳放倒 威力王又一次危在旦夕了 选择用抓头被拆 威力王距离长脚也就一步之遥 选择发波把位置打出去一点 一个中段这是什么 在中距离的情况下小孩莫名的出了一个中段 威力王很配合的把自己的头伸过去让对手捶 这个一看就是好兄弟了 这么配合的操作你平时不一定见得到的 两个人同时牵拳 小孩的手快一点先按了一个头抢到了 威力王又是烂兵走进过去VT一跤 这一波进攻强有力 追不到 我还在这边跳的比较早 一个后跳躲开了这一波进攻 威力王还在试图用自己的肘子摸大脚 这里还想续波一发生龙直的截掉 这个反应 威力王堵了一手EX的手机 好的 连环的左右手机出动 最后还是倒在了四拳之下 被掏了一下下盘人没了 威力王很痛苦 在这个对局当中 自己也就能堵这么两下 堵是堵中了 后续一个没打上 我还这边太吓人了 你知道吧 因为威力王比较清楚 小孩是一个随时会升龙的人 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 也不敢打得特别凶 他一直想等 结果一直等不到 小孩这边升龙都是确认 后后拉开 然后发两手波 威力王只能选择被动防守 因为没有什么很好的促进制 就硬吃波 过不去 很难 然后一旦走近了 对手的拳头又比他快 怎么办 现在这个情况 很难 又是一手抓头 EX直接摸大脚 这个是打收招吗 威力王那个下中拳一空 我还有一个反摇EX上天 哎呀 这个太难了 威力王 威力王 一灯袋师马上就要解锁了 中角直接爆VT 这里也不敢发波 不敢发波 发了拉到这么远的GDVS高上来 又被头截掉了 小孩的反应实在太快了 对于威力王来说 所有的进攻都无效 又是一个VS上脸 一个轻攻击点掉 这个在我孩子的防守面前 威力王的一切偷鸡都成为了幻影 偷鸡虽然失败了 但是呢 减肥至少成功了 对不对 这就叫有得必有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